知名系统家居企业看到偏远的新一乡同富国中 以及税里乡的城城国小的图书室 许多设备老求不堪 是主动来为这两校利用暑假的时间来打造幸福图书室 2011年我们就得到 南港国中 同富国小 两个都国小 对 哦 ok 那得幸福图书室 那这一次到4950的时候 又是我们的城城国小跟同富国中 那我们的县校长跟石崎佑校长 跟大家一起合作来创造小朋友的 这个非常幸福梦想的空间 我们知道那个环境给人家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就跟我们去认为一个地方 或者和他会一样 环境是可以设计的 我看到日夜坛那一座 非常古旧的 南投县政府的日夜坛风景区管理所 竟然打掉几块砖以后穿个洞 弄个什么镜子 他变成网红每一次要去住一个晚上啊 除了富房租以外 他还要交两万块的这个钱力费 才可以在那边卖东西 那我在想 我现在还兼日夜坛青年活动中心的主委委员 我回去就告诉总干事说 我们也把墙壁的那个粉刷的地方打掉 落出砖块 打几个洞 装几个镜子 看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 我相信腐朽变神奇是可以透过设计 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感谢 陈董事长陈总经理我们请到的 我们的李怡进设计师 还有蔡设计师 做了创造了这两所学校的幸福图诗室 特别是在4950的时候 这个是百页50 南多县的百页最多 百页在50 这个很有象征性的阶段 捐给我们南多县 福县长也表示 书中只有黄金屋 虽然目前进入输越化的时代 但其实透过书本的阅读 能够更加学习到许多的知识 那习县长 你会发现他 在前任的县长 已经做了很多大型的观光建设 习县长重视的是 温馨的 人性的 社会福利面的 特别是教育的 因为知识 我们在十几年前 我们都说知识经济 那我们现在换个词 比较不会觉得 那样好像有点没有创新的感觉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知识 你才会有创造力 你才会有想象力 而且你的创造力 想象力才能够执行 所以学习 就是一切进步的动力 那小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去学习 他自然会长进 也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动力 所以 虽然我们是文化时代 但是我还是相信书 除了人家说的 势力比较不会变化以外 那书本的感觉 才会让人家觉得是 很有亲近感 而且有书见感 所以书的存在 包括当然图书室也可以有数位的设备 那我们也有时候也会把老旧的书 把它数位化 当然数位也离不开书本 但是我还是觉得书本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在习现场重视育成的这个 主轴 实证主轴之下 从出生一直到入社会 都不断的提供我们的 青年朋友还有孩子们 良好的学习环境 包括国际的交易 双语的交易 运动的扩展 还有青年的发展等等 那我每次参加活动 就是我的每周上班几天的 繁满工作中的调剂 小朋友真的是太可爱了 尤其我这个没有当阿公的 每次看到小朋友 我就好喜欢 企业董事长也表示 今年是第二度来与县政府来合作 同时完成第49 以及50座的幸福图书室 成为未来会再继续提供南投县 偏乡小校一样 优质幸福的阅读环境 非常的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百岳 顾名思义 我们要捐100所的幸福图书室 今天是第50所的幸福图书室的启用典礼 过去我们是秉持的幸福到你家 现在我们依然做这个幸福图书室 未来我们还有一百所 剩下50所 各位支持我们 我来到了南投 我记得是好山好水 好人情 这么多的小朋友 那看到刚刚影片小朋友说 他喜欢读书 以前读书馆比较老旧 比较不喜欢读书 然后有新的图书室的落枕之后 他喜欢读书 我觉得这样一切都值得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要谢谢我们偶尔的同仁 3Q3师啊 谢谢我们的设计师 谢谢他们的设计 然后跟这个规划 也要谢谢我们的工程技师 今天他们没有现场 他们是利用暑假的时间 来把我们的幸福图书室给完成 更要谢谢我们的老师 由于老师对我们小孩子的关心 所以让我们欧德幸福图书室 能够在今天完成 跟各位说明 我们欧德幸福图书室 除了非常的机能 跟设计非常美丽之外 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采用 德国原始的 人造岭 我们没有砍伐原始的森林 我们就人造岭 就是我们种一棵树之下 砍一棵树之下 我们再种1.08棵树 让森林生生不息 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是通过欧盟 中华民国的法规律 我们都是利建材 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幸福图书室里面的阅读 都是在无独的环境的空间长大 所以过去我们如此 希望我们未来的 第100所的过程当中 还有我们南投图书室的小朋友 能够享受欧德幸福图书室 医院称诗会感谢企业 对于地方教育的支持 相信有了新的图书室 能够提升孩子们的阅读性质 非常感谢我们 欧德家具公司规划 捐赠我们全国100所的 这个图书馆的一个改善 那我们南投县呢 非常的幸运 第49所 第59所 就落在我们南投县 就是在我们水里的城城国小 以及新一乡的同户国中 那当然呢 整个图书馆呢 是我们阅读能力 培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场所 它如果说 没有冷气啊 或者是其他的设施 简陋的话 相信也不能吸引学生 到这边来做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 所以淑慧在这里也代表我们地方 代表我们的学生家长 还有学校 感谢欧德家具公司的董事长 还有他们整个的一个团队 副县长也强调 南投县目前已经是学习型城市 未来将会持续的在教育上来努力 也希望企业能够持续的关心地方教育 那我们生成国小的小朋友 我们这个在场的各位 那今天能够享受这么一个 欧德集团给我们南投县 这么好的幸福图书室两座 那能够让我们的育成 更往前进一步 那让我们的南投县的交易 还有我们普遍的 相亲的各方面的水准 更往前推进 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的培育 更能够进步 那最后 我还是要跟大家宣布一个 我一直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我们南投县是全国唯一 也是第一座学习型城市 了不起吧 校长们 那也是我们教育处王处长 还有我们的秋雅科长 非常积极推动的 在差不多的最后一天 我跑到台北去接受教育部长的颁奖 再冲回来参加闭幕典礼 我们一个被认为穷乡辟长的南投县 竟然是人人学习 处处学习 时时学习 全乡亲学习 那我们现在见切的是 组织型 学习型组织 这是县武 县武的内部的局处 我们明年要推的重点 那当然是因为大家 因为大家的贡献 我们在座也有我们以前中心高中的校长 李治桃校长 对不对 这一定是大家几十年来的 练下来的基础跟贡献 我们展示出来 让21个县市 南投县成为第一个 学习型城市 这了不起 校长们也表示 非常感谢欧德对于地方教育的付出 百岳的一半也选择在南投两间学校来举行 透过改善后也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很高兴成成国小有机会成为欧德百岳第50所 那欧德的百岳计划来到一半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对社会很好的公益 那我们学校在欧德的一个协助之下 所以在期间把整个图书室做一个整心 所以现在图书室是相当的明亮 相当的舒适 这样子对推动阅读相当的帮助 我想在这边除了谢谢我们欧德公司 赞助成人国小之外 那也另外谢谢我们县政府 对学校环境教育的一个重视 打造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 那另外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学校团队 愿意跟着政策来推动阅读教育 阅读是一个学习的基础 我想在成人国小这么好的优质图书室之下 我想相信学习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图书馆是从921之后就一直使用到现在 那经过了两次的一个搬迁 所以目前我们的图书馆是在 就是在除一些书籍而已 那经过欧德集团的一个修缮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幻展力新的一个图书室 那再加上去年我们有申办禁师书宣 那还有前年有爱的书库的进驻 所以同富国中的一个阅读环境已经布置的相当完备 欧德集团很用心的就利用暑假期间来施工 所以我们在今年6月在放假前 我们就动员全校的师生一起来搬书籍 搬到其他的闲置空间来存放 然后利用暑假的一个施工 我们开学就很开心的 再把书籍全部都搬回去 那我想学生的感受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来 真的是幸福满满 我想他们会很积极的来学习 阳王教育基金会执行长也表示 欧德十几年来持续推广百岳计划 如今已经达成一半 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我刚才很认同影片中石崎佑校长讲的 阅读把世界带进来 其实我是一个偏乡的孩子 我们也是一个贫穷的孩子 但是因为阅读让我们开拓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开始对未来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的同学也创立一个很大的企业 叫为热山丘 各位应该知道 我们都是那种山上偏乡穷困的孩子 可是因为阅读 因为知识让我们翻转了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推广的是这一个 那就像傅县长说的 我们乡下的孩子又怎么样 其实我们的任性很强 我们的能力是够的 可是也许就欠缺一个环境 能够来好好的帮助这些孩子 那欧德真是让我佩服 其实我跟欧德的渊源 是早在民国九十几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成立这个社会公益的计划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台北的 普人青少年关怀基金会担任常务董事 那时候他们就希望说 我们能够推荐一些学校让他们来做 当时我只是把欧德认为说 哇 他在进行他的企业社会责任 很棒 那我想说可能就是做一年嘛 可是我没有想到 去年呢 他们的顾问跟我在聊的时候 他聊到欧德百月计划 我当时想都已经那么多年了 还在做 那一个人啊 如果说你做一件好事 是一件让人觉得很佩服的事 可是如果你这件事情能够做几十年 哇 那真的是让人崇拜不已 指振长也指出 目前基金会也持续地在关心地方教育 希望未来能够以欧德为目标 共同来提升地方的教育品质 也很感谢他们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仰望的孩子可以去学习 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要利用这个机会 跟欧德的所有团队的伙伴们 说一声谢谢你们 未来会继续地麻烦你们 因为我们的触角会到全国各地 到时候可能就麻烦你们更多了 好 那登百月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他们的人生半百是一个最风华的年代 因为人生半百经过了坎坷 走过那段时光 未来会走得更快 所以我相信董事长说的 已经到第50了 对不对 未来的另外50座算什么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同时完成第49以及50座的幸福图书室 企业也承诺 未来会再继续提供南投县偏向小校 幸福优质的阅读环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偏向小校 明星文秋平一专题采访报导